聽說你有個綽號叫做什麼 叫做帝王音是吧 聽起來很霸氣 可是人看起來沒有那麼 接近台灣青年拳王洪嘉慶 總統蔡英文對他的綽號很好奇 綽號有個音字 拳王親自解釋給總統聽 因為我是排灣族 你是平東的排灣族 那老英算是象征 那那個帝王的由來 可能是因為我的名字叫嘉慶 是 對 真的很好奇 帝王音表現英勇 而最近民調小英也不查 CNN報告出爐 成功為小英止血 藍綠一對一對決 蔡英文一百分之三十九 贏過韓國瑜 不過兩人只有極小差距 CNN是有影響 大概從媒體的民調來看 大概是有個五%左右 短期之內這個議題 可以控制得住的話 其實對於他的整體選情來講 這個還不見得會造成致命的傷害 但要是選情變成撒卡都 郭台銘參選 蔡英文仍舊第一 唯一隱憂 柯文哲參選 讓小英微服落後 郭柯合作卻逃不到便宜 蔡英文民調仍然居灌 韓國瑜的初選效應 正在下滑之中 也就是他初選衝到最高 不過因為現在初選逐漸結束了以後 他在下滑之中 對蔡英文總統最有利的 他應該還是一個 一對一的一個狀況 他相對來講他會有 他會有比較更大的一個勝算 那如果柯文哲加入的話 他就會比較辛苦一點 藍綠整合還看不到曙光 專家提醒蔡政府得抓緊空檔 加強執政政機牌 才能真正穩住目前局勢 甚至繼續拉大領先優勢